Lacy妈妈的频道 跟大家分享一下配货 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市区的爱马仕 跟机场的爱马仕的一些区别 那事不宜知让我们现在开箱吧 我这次去爱马仕呢 也是我第一次在机场买东西 所以我之前有做一点点research 发现好像机场比较容易有包包 但是前提也是你必须要买够东西 那我这一次呢是肯定不够东西的啦 因为我找上去的时候没有什么目标性 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 就是跟SA交换了一个联络方式 顺便就买一些小东西 慰劳一下自己 那今天又买了三条推理 还有这个 另外还有这个 这些都是比较小的东西 那我们先看看推理是什么样子的吧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对推理真的情有独钟 有没有跟大家聊过这条推理 我在市区有看到别的颜色 但是我觉得这个橙色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款 这是第一条推理啦 然后这是第二条推理啦 这条推理呢我之前在website上也看过 大概还有三到四个颜色 只不过我觉得这个颜色是最漂亮的 但是在市区的店也没有办法给到我 所以今天看到之后我就买了它 这是第二条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呢 这个是一本帮我挑的 这个车车 非常可爱的车车 这条推理呢也是有三到四种颜色 我今天挑的这个颜色是最容易搭配的 因为它是个白色的底 那这就是我的三条推理啦 除此之外呢 我今天真的下手买了一些accessory 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猪鼻子的手镯 的确这个我在市区也是没有看到过的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它是一个玫瑰金的手镯 这里它这里呢 这里可以把它推开 然后就OK了 它也是分有尺寸的 我这个是小号 而这个手镯上 中间的这个颜色也是比较接近 所谓的大地色 所以呢我觉得在夏天带也好 或者是冬天带也好 都非常容易搭配衣服 那这个就是这个猪鼻子的手镯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今天还买了一个玫瑰金的戒指 这个 我在市区也是没有看到过 虽然我曾经是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有看到过 但是呢 市区是需要等很久的 所以我看到之后就买了这个 而且它也是刚刚好有我的尺寸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百搭的一个款 今天去机场的 爱马仕的时候 我有做一些 那我知道机场是比较容易拿包包的 可能在机场游客比较多 那爱马仕也是做游客生意为主 不像在市区的店 大家都是做本地的客人的生意 只要是比配是在1比1的左右 它就可以给到包包 当然也要看当天是有什么货来到店里 据SA描述呢 像姐妹们都很喜欢的大地色系 大象灰啊 黑色啊 这些是比较难的 如果你不是target在这些颜色上的话 那其实如果你配到 正常的1比1的比例 是可以直接拿到包包的 只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它们是不会有Burken这个包包 其他的包包都会有 但是Burken是不会进到 所有任何一家机场店的 所以 大家如果路过机场的话 可以进去试一试 买一买 如果它可以给到你自己想要的包 另外我就会觉得在机场的话 可能会比较streetforward 就是你跟它说什么 它就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 大概是多少 那我觉得这样子对天下的姐妹们买包 可能是一个福音吧 最起码你知道 你买了多少钱的货 可以立刻有一个包包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些小配货 以及在机场买阿玛士的 tips 希望大家可以受用啦 那我也希望我可以尽快拿到自己想要的包 希望大家在买包的路上一路顺利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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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